若说由于游戏有正好捐 那地狱宫史就有金星路 在地狱宫史中展现出精湛演技的他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被称作是地狱宫史最大受惠者的 金星路 1981年3月24日出生 他的爸爸在他出生前 就是位舞台剧演员 国二时爸爸带着他去剧团 并告诉他不要只单看戏 而是要学习人生 那时他第一次观赏舞台剧 看着演员们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让他也产生了想要当演员的梦想 不过因为他认为 要进入戏剧电影学系 对他来说还太遥远 只有也像其他人一样进入一般大学 但他进入的是比戏剧电影学系 还要困难的首尔大学 他就读的是和演戏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地理系 因此他就加入了花剧社 那也是他第一次接触到演戏 因为觉得演戏实在是太有趣 因此他也跑到大学路寻找演出机会 但他认为自己演技不好 所以觉得必须要从头开始学习演戏 他就转学到剧团中 许多人读的学校 并开始认真学习舞台导戏 话剧理论等等 从概论开始学习 之后也想学习食物课程 因此也进入了 汉国艺术综合学校的戏剧学院学习演戏 还到纽约的实际学校研修了一年 之后从31岁到39岁 将近十年的时间都在韩国担任教职 虽然很多人可能都对他很陌生 认为是新面孔 但其实他在舞台剧界非常知名 2004年他从舞台剧上出道 曾演出过许多舞台剧和独立电影 2019年还曾登上 百想艺术大赏短片舞台剧奖的候选 2020年也登上了 百想艺术大赏舞台剧部门 女子最优秀演技奖的候选 连续在大型颁奖典礼中展示出名字 2020年他才以比别人晚的年纪 在电视剧中出道 在电视剧《棒法》中饰演配角 2021年也在电视剧《怪物!你是我的春天!地狱公室》中出演 在《酒鬼都市女人们》中 也短暂出演出版社组长 也在即将上档的电视剧《某一天》中 搭档金秀贤《车胜员》 在荧光幕前出道后 便一直有作品产出 在《地狱公室》中 将母爱演绎得很好的他 2016年和同事舞台剧演员的对象结婚 但都没有透露多余的资讯 也没有传出怀孕生子的消息 之后他也会在宋仲基、李盛民、深炫兵主演的电视剧 《财爬家的小儿子》中出演 改编自同名网路小说 讲述被诬陷、私吞资金而被财阀家杀害的男主角 重生后成为杀死自己的财阀家的小儿子 为了侵吞整个财阀家族 一步步成长并报仇的故事 本剧预计于2022年播出 日期未定 他表示想要成为对世界不失去好奇心的演员 也想要成为不断探索发现奇蒙的演员 就算最近出演了许多电视剧 但他还是有持续出演舞台剧 未来也期待他可以展现出更多元的面貌给大众 以上就是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介绍给大家的 实力演技派演员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妞